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回顾 白鹿张灵鹤恋情曝光 一个小细节暴露两人关系 白鹿和张灵鹤是一对年轻有为的演员 他们曾经携手合作出色的电视剧作品 包括少女大人心动的瞬间苍蓝爵等 收获了广大观众的喜爱和赞誉 不仅外貌出众 演技也十分精湛 他们还拥有众多忠实的粉丝 他们即将推出一部最新的合作剧《宁安如梦》 这是改编自实境小说《昆宁》的一部古装言情剧 故事讲述了江雪明白鹿氏和谢威张灵鹤氏 在前世今生中所经历的爱恨纠葛 这已经是他们第三次共同合作 因此网友们亲切地称之为白鹿CP 因为他们在剧中展现的甜蜜互动和完美默契 许多人都开始怀疑他们是否在现实生活中有着特殊关系 此外 他们经常在社交媒体上互动 相互点赞 评论 转发等 这进一步显示出了他们之间的友谊和紧密联系 因此 一些人开始推测他们是否已经建立了恋情 甚至有人拿出所谓的证据来支持自己的猜测 比如同样款式的手链 服装 耳机等 然而 这些所谓的证据实际上是毫无根据的 只是一些巧合或者误会而已 例如 手串被只称为证明两人关系的依据 其实是白鹿在拍摄 《宁安如梦》时使用的道具 他在微博上晒出了自己佩戴手串的照片 并复言 这手串是剧组送我的礼物 我很喜欢 而张灵鹤带着的手串实际上是另一品牌的产品 与所指的同款不同 此外 他们两人都从未公开过恋情 也未承认彼此之间存在特殊感情 因此 这些传闻纯属无中生有 白鹿和张灵鹤之间的爱情传闻在众人中 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议论 既反映出了某些人对明星私生活的好奇心和求新心态 也揭示了一些人对明星感情的不理性和不尊重 这一事件对于白鹿 张灵鹤本人以及他们的粉丝和观众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值得深思和借鉴的启示 白鹿和张灵鹤本人或许认为 此事对他们而言是多余的麻烦和压力 作为演员 他们最硬将注意力集中在个人工作和职业上 通过自己的表演技巧和作品来打动观众 他们之间的友谊和合作同样值得被尊重和赞赏 他们从未公开过恋情 也没有承认彼此之间存在任何特殊感情 他们的隐私和感情应该是他们自己的 不应被外界轻易猜测和传播 如果有人无根据地提出一些所谓的证据来证明他们的恋情 甚至恶意攻击和诽谤他们 那对他们来说是不公平且不受尊重的 这可能会影响他们的心情和状态 也可能对他们之间的关系造成影响 因此 他们需要足够的智慧和勇气来面对这些流言蜚语 坚守自己的立场和选择 并且要有足够的信心和耐心继续从事他们所喜欢的事情 其次 此事对他们的粉丝和观众来说 是一次考验和机遇 作为忠实的支持者和观众 我们应给予他们相应的宽容与尊重 不要随意猜测或传播虚假消息 我们应以理性和善意的态度看待他们 并坚定地支持他们追求自己所热爱的事业 倘若他们真的找到了自己中意的人 我们一当对他们表示美好的祝福 不应将我们对他们在剧中扮演的角色 或者在现实中的形象强加于其身 更不应将我们对他们之间感情的看法强加于其心 我们应该尊重他们作为独立个体的权利和选择 同样也应尊重他们作为演员所担负的职业和责任 不妨以更多的关注和鼓励来支持他们的工作与事业 而非以更多的干涉和质疑来打扰他们的私生活和感情 最终 此事为我们每个人带来了启示和教育 它揭示了人们对明星私生活的好奇心和追求新奇的心理 也让我们认识到有些人对待明星感情的不理性和不尊重 这些问题需要我们进行反思和改正 我们应该意识到明星也是普通人 他们拥有自己的私生活和感情 并享有自己的权利和选择 他们的身份为公众人物 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肆意干涉和评判他们 我们也不能因为自己是粉丝或观众就可以任意要求和指责他们 我们应该懂得尊重和理解他们 同时也要尊重和理解自己 对待他们 我们应该用更多的关心和爱心 对待自己 我们应该用更多的理智和自律 我们应该以更多的欣赏和支持来看待他们的工作和事业 同时以更多的学习和进步来看待自己的工作和事业 白鹿和张灵鹤的恋情传闻引发了广泛的影响和启示 它揭示了一些人不良的心理和行为 同时展现了一些人良好的心态和态度 这让我们反思了自己对明星私生活和感情的看法和处理方式 并且让我们学习了如何对待自己的私生活和感情 这个事件促使我们尊重他们作为演员的职业和责任 同时也尊重他们作为个体的权利和选择 我们支持他们做他们喜欢的事情 同时也支持他们找到自己喜欢的伴侣 作为演员 他们最重要的是专注于自己的工作和事业 以自己的出色演技和杰出作品来感动观众 我们应该尊重并欣赏他们之间的友谊和合作关系 身为观众和粉丝 我们应该给予他们适当的空间和尊重 避免无谓的猜测和散布虚假消息 对待他们 我们应该理性而善意 支持他们追求自己所爱的事业 如果他们真的找到了自己的幸福对象 我们也应该由衷地祝福他们快乐幸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说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